全世界每天300万对情侣开始首次约会 全世界男性一生平均有13个性伴侣 全世界47%的男性曾经有过一夜情 而全世界男人第一次平均年龄为16.9岁 可是你,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 幻想无数,不如动次增格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礼物 抛开理论,享受自由 送你一份把妹地图 幻想无数,不如动次增格 大家好,我是老师浪静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把妹地图 那么在之前的有一集的我们的节目中 我们给大家录制了一期 怎么样去约会的一些流程的安排 但是很多兄弟觉得不过于尽兴 所以说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些更细节的 一些展示 那么在整个这个白天约会中呢 我们今天会录的三个场景 是你有机会去升高你们关系的 那么在说到这个升高关系 很多兄弟他错误的认为 升高关系就是去动手动脚 这个是错误的 那还有很多兄弟会认为 动手动脚 或者说去所谓的进罗身高 那么是可以让妹子变得从不喜欢你到喜欢你 这个理解也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用肢体语言的 这样子亲密的触碰的原因呢 更多的是用来测试你和妹子 现在所处的关系 能够帮助你进一步的去判断 你的下一步的行为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三个环节 来告诉大家在具体的三个环节中 我们怎么去一步一步的测试 你和女生之间你们的关系的所处的位置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如果在大街上 或者说在逛街的时候 你应该去怎么去测试 其实呢很多兄弟他在约会的时候 包括像我现在这样散步的时候 他很容易困惑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去签女生的时间 那很多男生可能是想签 但是又不敢 那么在这里呢 浪基哥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小经验 你可以在跟他在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突然问他 你说你都是这样和男生一起逛街的吗 不然呢 不然应该牵着手啊 对吧 或者说 好聪明 或者说他会说 我说你都是和男生这样逛街吗 他说啊 对吧 我说那我教你一个新的招数 他已经很猥琐 这种就不配合 知道吧 他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说明他对你的这个兴趣并不是很大 你就明白了 那一般的话 什么呢 我说 我就会说 我说你一般和男生这样逛街吗 他说是 我说那我教你一个新的 新的逛街的方法 什么方法 首先手逛街 对吧 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可以用这样方式来进行调侃 但你记住你的目的呢 是测试这个妹子对你有没有兴趣 而不是去吃豆腐 不是去开油 这个就是我们在逛街的时候 牵扯了一些小技巧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逛商场的时候 我们在坐电梯的时候呢 其实浪基哥 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技巧 小经验 都没有告诉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把妹地图 也是第一次来手势披露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小技巧 和小方法 就是你在上电梯的时候呢 是一个你可以很轻松 很静挪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你会先让妹子 因为很窄嘛 你先让妹子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从后面抱着她 对吧 你说亲爱的 你的这个肚子 怎么这么胖 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如果她的反应比较好 你甚至你可以这样转过来 这样子搂着她 然后你的手看到 对吧 就可以 进度了 你让你让环抱着她 你告诉她 你说哎 这样的你算很香啊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对吧 你可以去 因为这个这个位置呢 搂她的腰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在这种 上电梯的时候呢 进行这样的静挪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静挪身高的小技巧 对 刚刚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在大街上 在电梯上 怎么样去和女生进行关系的身高 然后进行你的一些身高关系的一些话术 小技巧 那么很多兄弟说 那这个是你在走着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平时和妹子在咖啡厅 或者说在吃甜品的时候 你们在坐着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小技巧小方法 其实呢 我们在约会中 浪基哥比较推荐的第一次见面 或者说第二次见面 我们的约会放在白天的下午 就是非常OK的 但是很多兄弟 他就算他把这个约会放在了甜品店 放在了下午的正确时间 他也不知道 在整个流程中 应该怎么样去升高他们的关系 他只是在这里 一板一眼的聊天 那么下面这个短片呢 浪基哥真人的给你示范了 怎么在甜品店 怎么在咖啡厅 进行关系的身高 很多兄弟呢 他可能是在和妹子在一起 喝下午喝甜品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去升高关系 那么现在浪哥呢 告诉大家两个小技巧 首先呢 第一个呢 你和妹子的话 一开始的话 一定是面对面做的 一定是面对面做的 然后呢 就跟他聊天 你做过来一点 对 所以面对面做 然后呢 就跟他聊天 跟他说话 然后 怎么样 那么我们要 为了升高我们的关系 面对面这个坐姿 是绝对不OK的 那么现在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 比如说 你说 嘿 我给你看个照片 然后呢 你就过来嘛 对吧 就把他给 给叫过来 OK 你坐 坐在里面 没关系 这个是一种方法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是什么呢 是 他可能不方便过来 或是怎么样 那么你可以这样子 喝水聊天 过个十多二十分钟 你说我上个洗手间 好 然后呢 去上完洗手间 然后回来的时候 你要坐进去点 然后呢 坐过来 对吧 这个就是一些 我们的小技巧 小方法 就 当然呢 你跟他坐在一起过后呢 你们在一起看手机的时候 你们在一起看手机 一起在聊天的时候 你们会靠着很近 那么自然而然 你们的关系 就会慢慢地升高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在约会的时候 一些小技巧小方法 那么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在街上 在咖啡厅 或者说在一些户外 这样场所进行 一些初级的 升高关系的方法 但是很多兄弟觉得 可能不够于尽兴 那么 如果你还要 进一步的升高 就需要你进入到 一些半私密的空间里面 比如说 在家里一起看看电影 在电影院 一起 观观影片 那么这样 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 我们的关系升高呢 浪几哥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 最核心的半私密空间 关系升高 很多的兄弟呢 去到了电影院 经常问的 浪哥的一个问题 就说 怎么去 亲爱妹子 要守护 说电影院 怎么去进罗升高 那么 首先呢 我推荐大家去 选电影院的这个座位的话 你选那种 中间的这种 手扶的话 可以拿起来的那种 就拿起来过后呢 基本上就现在 就像我和佳佳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看电影的时候 那么尽量 其实你会专注在 电影的本身 而不是去 专注在这个妹子 什么也就是东搞搞西搞搞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电影院我们通过静罗 什么叫静罗呢 就是一种肢体的关系升高 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吸引这个妹子 记住一点 就并不是说我去摸他的腿 或者说我去牵他的手 那么他就会喜欢上我 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我通过在电影院通过静罗升高来判断 就说我和这个女生现在所处的 当前的关系 那么我对我的下一步的行为有一个准则 那么我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怎么去牵女生的手呢 这里一个小细节 很多的这个朋友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在电影院牵女生的手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具体的方法就是 他在看电影很专注 对吧 然后呢 他可能他的手上会拿着有可乐 比如说我们 他可能手上拿着有一个手机 对吧 比如说他可能会这样子看电影 也可能是拿着一个可乐 那么这时候他拿着左手 因为很多女生他特别聪明 他把这个东西拿着左手 我以为你就牵不到他了你知道吧 那么这个时候浪迹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可能还会拿一个包 放在你们俩之间 知道吧 这个是妹子最惯用的伎俩 那么如果我要牵她的手 我会怎么去做呢 我说你们能把这个包拿到那边去 对吧 我说那个手机的话 我说拿着右手的话比较好意思 不管 我不管 我不管是吧 这怎么看就是很不配合 那么当妹子说你不管 或者说很不配合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我说赶紧拿右手 让我翻过去对吧 就这样子 就直接牵住就行了 明白吧 就说当他手上有可乐的时候 我说你能把可乐拿到右手吗 手上什么都没有 手上什么都没有 我说你手呢 那如果他手上什么都没有 你又说你手呢 那就直接去牵她 然后呢 你先牵的时候 你就一定是这样牵 那么他可能会振脱 会振脱你 你会振脱 就是对对对 他会不愿意牵 对吧 这个时候你作为男人 你一定要去勇于的去继续 他可能就会捏成拳头 然后你就去这样子 我说你会牵手吗 想跟你牵 这个不可能是这样说的 知道吧 就如果他这样说不想跟我牵 我就下秒我就会稳上去了 因为这就是调情 行吧 那更多的呢 他可能是比较羞涩 比如说你模拟一个场景嘛 就说我们在电影院 那这男生呢 跟你可能第二次出来 你想你第一次跟他出来过后 第二次还愿意跟他出来一个状况 那么你应该觉得是ok的 但是呢其实你在内心还是觉得他应该主动一点 那么这时候他会牵你手 但是你会矜持 对吧 我会牵你手 你会说干嘛对吧 你会把手拿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男的就怂了 就看电影 那这个妹子他会觉得有点失落 说你这个人怎么经不起测试 这个时候浪哥教你们一定要主动的再去牵一下 好这个时候他还要笨拖 还笨拖 这个时候你要加强力道 然后他如果他是他的手是握成这样子的话 你就你要去去用你的手去把他这个手拿撑开 明白吧 你能有点态度吗 握紧一点 不要这么容易就让我撑开了好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握得很紧 这时候你要撑 他不给你他不给你撑 对吧 你握得很紧 然后我要说你不让我牵 不让我牵 然后这个时候好 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这样说了 你说能好好看电影吗 对吧 不要调皮 干扰我看电影 对吧 明明是你在调别的皮 这个时候你要跟他好玩的说 你说你不要调皮 能不能让他好看电影 对吧 好这样牵 牵了过后呢 记住一点 那么我们只是在测试 这个女生对我们的感觉有没有到这一步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牵手 是吧 牵一半的话浪哥会干嘛呢 我会给他放开 我说你的手上怎么这么多汗 对 然后他手上就插 你知道吧 看他就会跟我调情 是吧 我说你这个很紧张对不对 是吧 我会在他的这个身上去插这个汗 有点热 对有点热 对吧好 然后呢插完过后呢 你就把手放下来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去插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说你不是嫌我的手热吗 或者说你不是嫌我的手汗多吗 然后呢 你会怎么回答呢 你说 但是亲爱的 我不介意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这是你 对吧 用这样话去呢 反复的去刺激这个妹子的大佬 让他的情感呢 处于这种波动的状态 就他永远要意料不到 你下一秒会做什么事情 嗯 那么很多时候呢 兄弟们说那牵了手过后 妹子呢 其实也很温顺哈 他比较温顺的就能靠着你 或者说他就能靠着你 牵上手 那么很多的 这个兄弟说 那怎么去接我呢 在电影院 其实接我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一定要就是 做好 那么首先第一步 你牵手通过了 他愿意给你牵上手 那么下一步呢 你会让他 你会做一个测试 你说你靠我 靠近你 靠近我一点 好 如果愿意靠近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我会去闻他的这个 耳后这个地方 你不要去闻他的这个脸啊 或者是这样 你就闻他耳后这个地方 这样闻 然后呢 嗯 他就看他的反应 如果他的反应比较好的话 这个时候我会说什么呢 我会我再闻一下 好 我那个我问他 我说你擦了 你擦了什么相熟 对 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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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的那个 和我咬眼 知道吧 好这个时候呢 我会干嘛呢 我会继续闻 我说我再闻一下呢 然后 他就这个就是不好的反应 看到我就会马上给他推开 我让你过去吧 知道吧 就他如果会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马上就会反应非常快 我说你过去吧 因为他可能不愿意你闻 他表示出抵抗 就是你就不能这样撑过去 就像吊丝一样 知道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应该是 这个时候牵的手 你闻他的这个 你能靠过来一点吗 对 然后呢你去 闻他 你说我 下一步你就说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然后 闻完过后 就马上在他的这个脸上 清一下 就这样子 很快的就清一下 好 这个是只是第一步清脸 好 这清完过后呢 就看他反应 他反应 要是低头这样子很害羞的话 其实呢你就可以直接就 跟他清 清嘴就OK了 但是清到脸过后 他有点就抵抗 又说好好看电影 对吧 就马上就又切到这里 好 然后再看十分钟电影 十分钟或者说甚至以上 就是你突然这样 你跟他说话 你不要转向他 或者说不要 不要转过去 投对着他 你要直接靠过 靠近他 你再说 刚刚我清了你 你不清我吗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摇头 就说明我们的感情 还没到这一步 对吧 他如果摇头 我说那你走过去 对吧 对 对 就给他拿开 因为你就测试到了 他可以愿意牵手 你清他也不准反看 那么我们就缓一缓 放一放 你没有必要 就一次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你没有必要 在电影院就直接 在这里跟他 显得很极色的 在那里舍稳 那么如果我说 刚刚你清我 我清了你 你不清我一下吗 他表示比较羞涩 他很低头 我就会这样子 他记住一点 女生永远不会主动来清理的 永远不会主动的去清理 说这个时候 我说来嘛 你要帮助他 这个时候呢 他会清理了脸 清一下 这个时候呢 他如果愿意清理脸 马上就转过去 就可以跟他舍稳了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电影院 进入了一个小技巧 小方法 今天我们有关于白天约会的一些 身高关系的小技巧小方法 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那么我们一定要牢记住 我们的身高关系 其实是调情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并不是去占便宜 并不是去吃女生的豆腐 也并不是做交易 什么叫做交易呢 你请我看电影 我给你牵手 或者说我请你喝奶茶 你跟我回家 对吧 我们的两性关系并不是交易 而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和谐 非常自然的一个感情的流露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 在整个约会的过程中 尊重女性 去学会去理解她 学会去了解她 那么这样你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 非常和谐的两性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的 把梦记住 就给大家带了 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